欢迎大家收听Bilibala Finance 首先看回第30个星期的经济数据 最主要就是美国二手楼的销售比预期好 比预期好比之前几个月 去到489万 比5月的时候升了3.6% 亦比3月最低的时候升了7.2% 二手楼销售有承接 亦可以说到其中一个经济会复苏的先兆或预兆 但相信失业率方面就会继续上升 至于加拿大方面 就出了6月的零售数据 6月零售数据是升了1.2% 当中如果不算汽车的话升了0.7% 就比预期好比预期的0.5% 亦都看到这个0.7% 是每一个行业方面都有这个升幅的 之前财长也都说过 加拿大的经济有望已经是见底了 现在是一个复苏的阶段 当经济复苏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想 究竟这个通胀会不会重临加拿大呢 如果看回这个核心这个消费物价指数 加拿大上个月是微升了0.2% 即是说通胀的影响到暂时的一刻都未必来到 但是未来一年或者两年会不会来到呢 相信是很多人的关系 我自己个人认为 通胀应该在09年或者2010年都应该未必会来到的 原因有几个 第一方面就是 加元看来对于美元来说 都会维持在一个强势或者会再升多一点点 如果加拿大加元上升的话 这也会令到通胀的升幅会有所修炼 因为对于出口或者入口的货品来说 都会比较低的 简单的例子 例如最近油价是由60美元一桶升到 接近70美元一桶 但是你外面的Gas Station入油 你仍然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升 其实也是受惠于加元的升幅 那粮食价格也都一样 这样当加元会升的时候 也都会抵消了某程度上的通胀压力 那既然通胀不是一个短期里面的忧虑的时候 这样加拿大也都没有了这个加息的压力 所以投资者就可以享受到一个低息 或者去到未来2010年下半年才需要加息这个因素 所以如果想置业买楼的人士 其实未来仍然都可以继续来去买而供到便宜 但是如果看回美国的话 那它的零售数字都未是最健康 那也都反映到消费者未必是这么肯来消费 那如果消费者不是太肯来消费 也都不是太肯来借钱的时候 那经济复苏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暂时都未知道 但是也可以肯定一样东西就是 正如我上个星期或者前个星期都说到 那经济应该是已经见底了 但是需要多久来到去 令到它在谷底爬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点的水平呢 就没人知道了 那接着到说股市了 那股市和经济都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虽然互相都来到去影响 那看到现在股市升得那么紧要 所以就算经济复苏都好呢 这样可能呢 对股市也都不会有太大帮助 令到它再升得太高了 除非真的确认衰退完结 这样可能呢 就会再升回多一点点 那道平斯指数呢 这样已经去到9100点了 恒生指数也都挨近20000点 那其实看到呢 这些这样的水位呢 就看到是一个比较在衰退时期里面 一个指数的合理水平 那什么叫合理呢 就是在这个顶那里再跌 跌到大约三分一 三成四成 那这些都是合理水位 那既然现在到一个合理水位的时候 那所以呢 又会回复一个上落市的格局 那之前的升市 那有些人呢 就说究竟是不是一些热钱流入啊 又或者是一些炒作啊 各方面的揣测 那其实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呢 那过去那两个星期的升市呢 原因有几个 那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 当然是第二季业绩好过这个预期 那美国那边的企业 那为什么第二季业绩会好过预期呢 那有三个原因 可能性的原因呢 那第一就是那些分析员去计算预期的时候呢 计算错了 如果不是计算错了 那阴谋论就是觉得 他们是特意计算错 以至到他的股市之前跌了 而是升回他们可以赚多一笔 那我自己个人就相信是第三个原因 因为分析员 拿一个保守点的 worst case scenario 来到去计算他第二季的业绩 以至到那个出来的result 就好过预期很多了 第二个原因是 为什么会升得这么厉害呢 是自从六月底 当他们出了这个最新的失业率的时候呢 那些经济分析师就估计呢 美国那个衰退期呢 会拖长 復甦无望 那于是呢 股市呢 其实跌了十几个percent 所以呢 现在呢 当那个第二季出了来的时候 觉得 咦 其实好像都应该复苏了 那于是呢 就re-adjust 之前跌了那一点的 那第三个因素 是因为美金跌 那美金跌 其实有两几个影响 就是 令到一些跨国的公司的 那个盈利会上升 那做好一点那个业绩了 那第二样东西就是 那些人觉得 那些人觉得 拿着美国的美金 好像没什么用 拿着那些cash 那于是呢 那于是呢 就会来到去投资股市 或者楼市 那第四个原因 和这个都差不多 就是看到呢 很多人呢 之前呢 怕股市的时候 搏了些钱去money market 或者是一些现金的投资组合 那现在呢 那些人开始来去cash out 那些钱 来去投资股市 那也都将那个股市 推高 而也都令到那些淡友 或者炒家呢 无法呢 能够将那个市 再推得更低 那但是 经过这一轮升幅之后呢 我相信 就是之前都说过了 那 未来呢 就会是一个上落市的格局 那如果要再赚 比如说 十几十个percent的机会呢 就未必有了 那第二个 未来会有机会 看到赚钱的机会呢 就要看看 香港的边中资那些机构 第二季的业绩 会不会有多好 那如果是好的话呢 那可能可以将恒生资料 推到上 二万三四个税位 上个星期和大家分享了 Wells Bargo 副国银行 那终于出了业绩 好过预期 每股赚钱 Earning per shares 五毫七指 好过分析员分析的三毫三指 那跟我自己分析的五毫六指 都相互不远 那如果扣除了一个特殊的 merge and acquisition cost 的开支的话 那实际上 Wells Bargo 是赚六毫指的 但是呢 当他出了业绩之后呢 其他人就担心 他那个借贷那里呢 Long performance loan 就会加大 所以呢 股价就不升反跌 那对于我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 那到这个American Express 扣除特殊开支 赚两毫七指 同预期一样 那但是呢 因为呢 我对于他的前景 未必是那么乐观 因为AE 除了赚这个credit card 利息之外 他是好看这个消费者的零售 那个数据是挺好的 如果别人不录卡 那他就没有administration fee 赚的了 再加上AE 他在未出业绩之前 由23元鸡 升到上30元的水位 那再升的机会就不大了 那之前推介的四只 香港的股票 宏理 汇丰 和施捷环球 都升了很多了 唯独中移动未升的时候 也都可能可以考虑一下追下落后 那85元英国可以升到那个位 那今次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这个BillyBalava Financ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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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